花莲市公所这个周秋假日在中山市场举办了蓝屋顶市集 是多家摊商提供了美食还有首创作品 同时还有街头艺人带来表演 现场还有台湾LV之称的嘎子袋零钱包的体验 市长威家彦表示透过周末假期的市集活动 希望可以为中山市场带来商机 也拉近市场和民众的距离 要找回消费者逛菜市场的乐趣 为了火落传统市场找回民众逛菜市场的乐趣 更希望可以让年轻人也走进传统市场 华莲市公所这个周秋假期 特别在市巴市场举办中山市场蓝屋顶市集 邀请精致有创意的摊商进驻 让传统市场有新活力 那今天很开心 我是公所第一次办这个蓝屋顶的一个市集 那我跟大家报告 以前我就住在旁边 那后来又搬到中山路 那我以前跟我外公跟我妈妈 基本上每一天下午都会来中山市场来就采买 那我们知道中山市场的一些历史 那经过了那么久 然后因为一些我们铁路的一些关系 那可能处于有一些闲置空间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 有机会我们常常办这样的市集 来作为活化 那我跟主委也有去外线市我们去观摩 我们会更有用一些更新的方式 来让我们市场更活化 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 大朋友就有小朋友一起来市场做采买 那假日我们会长期的 希望能够长期的办一下市集 包括了先缘魏家贤 还有花莲市民代表会 多位代表们都肯定这场活动 其实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花莲市公所一直举办一些有序的活动 带动市场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也期盼 未来有更多市场的一个活动 能够结合在地的文化 寻找出在地的DNA 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市场 开始在仿效花莲市公所的公有市场 举办非常有特色的活动 那也真的要谢谢魏家院市长 这样子大胆地来推动 相关有趣的活动 让青年朋友们走进市场 那也祝福我们市场的生意 永远生意兴隆 那新的朋友们也可以进驻在我们中山市场 能够让这里活动起来 非常感谢花莲市公所 在线外取经之后 回来来活化我们市发市场 那在上一届我们魏家贤议员 在市场任内争取了金费 来补抢了我们市发市场 那在我们魏家院市长任内 继续努力来活化我们市发市场 我相信我们花莲市的传统市场 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 也期盼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更多的市民更多的好朋友 进入到我们市场里面 来买最新鲜的鱼货 最新鲜的肉饼 最新鲜的蔬果 那往后花莲市民代表会 也会继续努力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争取创造更多的想法 来跟我们市公所一起合作 让我们花莲市越来越好 让我们花莲市越来越幸福 中山市场蓝屋顶市局 贩售商品包括了烘焙 冰刷 果酱 手作 植栽 宠物 肉干等 现场还有台湾LV支撑的 嘎吱袋零钱包体验 花莲市公所表示 如果市集受到欢迎 未来会朝向定期定点方式来举办 让蓝屋顶市集可以成为 消费者喜欢的新选择 借了会欢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